會排整齊 然後門窗確實關閉 好 然後歸管座位 這樣才不會造成戲湯公布同學的困擾 也不會造成戲湯老師觀感不佳 那另外一個就是關於戲湯再重生 就是我們戲湯是禁止使用 就是外接這種高壓電用品 會造成戲湯跳電 戲湯也公告過 然後也再重生 就是我們的戲學會辦 對 就是現在開始可能大家會用 使用後就沒有將鑰匙 就是鎖門然後放在門樑上 這些市長在盯典型 請大家務必確實遵守 那我們的戲會辦公室也是嚴禁 就是在裡面過夜 對 就希望各位可以更遵守這些西湯規格 這是大家的自我規範 也是西湯老師就是比較希望看見的 就是我們如果今天表現不好的話 除了就是對自己評價算不好之外 也會影響到全體 就是老師對我們的觀感 就請大家要遵守上面幾項 那進行正式的會議內容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報告的議程跟目錄內容 對 那就是我們先會對於 各組別進行年度的就是報告說明 就是我們今年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也對就是讓大家更明白 在各組別可以學習到的內容 那麼也對各組的副書籍說 努力的人都給予肯定的 對 給予肯定的鼓勵 那麼接下來就先請活動組 為我們進行今年的年度報告說明 嗨大家好 我是賴一君然後她是林子瑄 好 那我們的第一個 這個學期第一個活動是戲考 那我們戲考們活動組 是由大二主辦辦給大一的新進來的大一生 好 那我們活動組主要從 他們從找場地然後找食物廠商到活動流程規劃 地供食材 特場收尾等 都是由活動組一手包辦 很辛苦 只有大 然後這個活動是以分家的方式來進行 就是希望可以讓同一家的大一到大師可以熟悉彼此 好 然後我們第二個活動是家庭職業 這個就是由大一到大師一起共襄政局的一個活動 好 那這次活動組主題發展是由我們大一的學弟妹們 拼出來的狼人殺 然後拉贊助也是由大一大家一起去 那我們這次的成果是 那天當場看到的四頭飲料都是廠商贊助的 然後最後到食物訂購主持人以及活動流程規劃 就是我們活動組主辦的 好 那我們就是這次的活動 這兩個活動都收到很多的回饋 那我們下學期會針對這些回饋做出改善 那希望下學期大家如果有空都可以來參加活動 因為這都是活動組的心血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接下來是公關組 然後因為就是公關組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就是在宣傳活動跟做一些抽獎等等 所以我們就是 呃這個就是剛活動組有說今年有拿兩個活動 然後這個是就是我們直接拿職業的宣傳影片來就是當一個飯店 然後就是我們這次的活動宣傳有版申跟拍影片 那這次就沒有翻申的部分 因為好像版申的效果不是太好 所以我們今年就把這個地方拿掉 然後因為今年版申我們也有更改就是 寫的地方教室跟位置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就是寫了然後馬上被擦掉 有那種很尷尬的情況發生 然後就是今年就是大一大一他們主拍的影片 然後就是得到蠻好的回想就是辛苦大一 然後就是我們公關組就是經營活動專業 然後就是因為今年我們的主題是狼人殺 然後我們今年的活動專業上面放的圖 我們也都有就是有主題式的 然後我們之後討論之後也會就是 應該會繼續沿用這種方式 因為有個主題會比較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活動到底主要的想要呈現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之後就是如果其他各組有任何想法的話 就是也可以就是多多跟公關組講 就是提供給我們一些意見 這樣我們也可以把就是這個活動包裝更完整 然後就是活動當天的工作 大概就是抽獎跟就是前導黨門的地方 這樣 好 好然後接下來是廠器組跟大家的報告 就我們可以看到細考的部分 廠器的工作他主要是一開始事前的廠刊 然後還有會去跟廠商出界 一些器具音響等等 那在之間的活動方面則是 銀紅燈控啊 現場的一些 呃 表演表演者相關的器材等等 那跟大家比較相關就是 我們會在表演結束之後 我們會 三選照片 然後還有影片上傳 那照片部分是 會上傳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 管理系系學會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加進去的 趕快現在手機拿出來 加進去系學會 那影片的部分就是會到YouTube上面 那也是你只要搜尋 MTUEEM 就可以上去看到表演 所以如果你沒有時間還不及 你沒有辦法 參加那個活動也沒關係 你可以上網看大家的影片 嗯 以上就是廠刊寶寶 謝謝 那歡迎美産 好 我是當美産的頻道 我是美産族 就是美産要簡單 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就是這群的活動做哪些美産品 好首先是戲考 那戲考的主題是 就是萬聖節 所以我們就 一句主題就做了 我們宣的二 粉磚的投貼跟封面 還有我們的分家小卡 所以不是很清楚 但是還是可以到我們的粉磚的 相簿去看 好 接下來是教肌職業 那主題是港南沙 所以我們也做了海報啊 然後粉磚的投貼 邀請卡 大廠戶 還有收到很多好評的入場券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因為作業上的疏失 我們忘記把 網美搶放上去了 對 所以呢 大家就是順便推廣一下 廠戲組剛才講的就是 戲學會粉磚的 相簿裡面有很多 很好看的照片 對 大家可以去看 那美産組 現在也會努力做出更多 更好的美産品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下一個就請學術補上台報告 哈囉大家好 我們這是學術組的組長Kiki 然後我們來講 現在我們這個學期 學術組在幹嘛 就是我們在組內有示範的讀書會 那是一個為期一個月 然後才隔週開會的方式 那每一個組員都必須挑選一本跟個人成長有關的書籍 然後進行閱讀 然後用分享的方式就是介紹給其他組人 那我們的目的是要促進讀書的風氣 然後訓練口語的表達 那學術組於下學期打算要來辦一場就是講座 那之後呢就是目標是希望可以針對系上的需求來舉辦就是相關的活動 那執行的方式就是期末考之後 也就是大概是下禮拜就要開始放寒假的時候 我們會發放線上的問卷 然後請大家可以踴躍的去填寫表單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然後我們可以作為下學期活動的一個規劃的根據 嗯 然後謝謝大家 大家午安 我們這邊是新聞組 我是江子萱 好 就跟大家稍微講一下我們 嗯 就是在下學期開學的那一週 也就是2月17到2月21的時候 我們的有一本戲刊會出來 那因為這次這學期的活動只有兩個嘛 就是戲考跟職業就是 其實算活動是很少 所以我們這次新聞組要在新增一個項目 是各國的聖誕節 對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戲刊都是由大一的弟弟妹們 就是去撰寫的 因為我們知道就之前的時候都是有大二的的學弟妹一起 對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的新聞組沒有大二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就是就是其實是大一的弟弟妹們都很 他們都很用心的在撰寫這次的戲刊 對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學期開學的那一週就我們一本戲刊會出來 對 然後我們也會寄那個Email的電子檔給大家 還有那個還有配應那個實體的出來到戲辦 還有給各班的導師跟戲主任 好然後呢就是我們新聞組的工作其實就是在抽會的時候我們會準備議程嘛 那在也會準備這個會議的紀錄 對 然後剛剛說的戲刊 那就比較想要特別說的一點是其實我們新聞組的工作都是在活動辦完之後的一個禮拜 所以所以在如果是活動中間其實是我們都是在看大家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想要告訴大家是在如果各組如果有很辛苦的工作就在活動之間有很辛苦的工作的話其實是可以分配給我們新聞組就可以問問看我們願不願意幫忙 對 因為我們新聞組的弟弟妹妹們都很願意幫忙各組就知道仇辦仇辦的人都很辛苦 對 對吧 對 好 好 就請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那我們謝謝新聞組那以上就是今年就是六個組就是下車六個組別的年度報告那主要就是讓所有人都可以了解我們各組的執掌內容是什麼 那回覆一下我們在這學期到底做了哪一些活動對不對 做一個年度回覆那也是跟大家報告我們的成果那現在各組都有豐碩成果大家在各組別又學一道新的內容 那其他就大家在組別可以繼續學習到內容然後可以追求自己想學習到的然後如果未來有有希望有習學的話還可以到別組繼續留任到不同的組別去嘗試新的嘗試跟新的挑戰那也是很歡迎大家的對那謝謝上面六個組別的報告那接下來要進行我們今年的年度的財務請新說明對 那大家先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收入及支出表那首先呢我們的收入就會來自我們的戲學會費的收入那我們支出的話包含今年的大概新生的戲服 還有我們戲考風分補助我們是5284元那麼是在我們預算6000元之內的然後我們的我們的戲學會費退費也順利退費完畢那在今天今天的會議結束後還沒進行退費的人也可以與會後進行簽到跟退費對我們的收費辦法都是在商場裡面明確 明確制定好的那我們支援活動的補助費用也是5512元然後呢也是比預期估計的6000元還要還要在預期估計之內所以我們的活動花費是合理的範圍然後我們之後還有戲學會費的補助對那今年組具跟以往不一樣對雖然有人說大一的可能剛進來戲學會但以往組具都是補助50元那今年補助提升到100元就希望大家可以補助遊感那試得比較開心一點對對對然後在這組的付出就辛苦付出 有個豐盛的一餐然後跟組員們可以一起去一去享受那個快樂的期末時光對那還沒吃組具的組別也可以應該也在進幾位吃組具是一個蠻溫馨還不錯的時光然後可以一起吃個休閒的點心那跟大家報告一下反正我們今年的總收穫就是十一萬五千五百元那就是由各位會員繳交的會費所屠成的那我們總支出總共是四萬兩千九百二十九元 那目前的花費跟支出都在預估範圍之內所以我們財務金融沒有問題那有人認為哪一項有問題需要提出來的嗎或者是有什麼財務上面不好的地方有建議的好沒有那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的大書碑的說明了對那這是今天的報告送點第一那現在很多還不知道大書碑是什麼那這是由今年2020大書碑贏國費他大書碑的全名就是2020年的全國大書碑 大專院校初等教育相關科系碑賽那今年其實很榮幸就是我們國會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管理學系系學會主辦那這也是本學會首次舉辦那麼大型的一次全國性的活動對那全國大會有12個校系12個校16個系來進行交流那之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這些學校對對對那我們的規模呢參加的總人數是600 去年參賽總人數是630人那總人數是696人對那就是有些球員會報名兩下以上的禁止的比賽對那總人數是約696人那今年又多加兩個校系對今年可能會突破700人數對那麼這麼大型的活動就需要仰賴各位就是一同協助辦理那麼先公布我們的比賽時間跟地點比賽時間是2020年的3月21跟22日那目前租借的地點 有中生運動中心跟淡水國民運動中心對那非常的重要因為這個這個活動是系上全部人員一起辦理所以就請各位一定要先將這兩天空下來這兩天是我們活動日期大家這兩天一定要先空下來嗯就請大家把這兩天空下來然後呢我們會進行就是除了系流或語言組別之外我們會進因為比賽的需求不同進行我們賽時的組別分組那我們賽時的組別有賽務組簡陸組機動組聳務組報名記資訊 公關組行政組美宣組設備組跟場地組等等下設12345679組對對對那那我們有幾個組別是需要特別的人力支援的包含我們賽務組29人場地器材組24人公關組3人簡陸組28人送區罷4人那以目前所有的實質會員而已目前所有就是大一加大人數是不夠的所以呢我們還會在對外就是請求大三跟大四人人力支援那大一跟大二 還有還有一般系學會就是義務支援就請所有人都務必要就是進入幫忙對那我們接下來會進行我們的分組作業那大家可以掃描上面的QR碼上面應該非常的明確就除了各組組長之外各組組長跟各賽務組負責人之外都可以上去填寫對那有任何填寫不清楚或有問題都可以隨時舉手提問那我們給大家填答等到大家都一起填答完成後再進行下一個報告的環節 那就是說明他這樣比賽的重要性對這個是其實是由初等教育相關科系的幾所學校一起聯合主辦的就是算是非正式性但其實是主辦的非常非常盛大那今年來老弟十幾年了對那今年第十幾屆然後報名的隊伍數也是越來越多對那就是很少機會有這樣全國交流就全國各地的不同學校這樣一起舉辦個球類的互相切割 交流而且這個項目其實也是系上司長非常重視以及互相就系上司長也盡全力去協助了就是去幫忙我們協辦的一個活動所以他是非常具有正式性的然後我覺得更難得的機會就是這個比賽因為規模很大就是比起我們自己系上辦的活動或者是學校間就是跟幾個系合辦比起來 就是第一次有機會跟14個系合辦就是相信這個規模跟可以學到的東西一定是在學校學不到這也是給大家一個很好的就是練習機會那除了可以學到實質東西之外這一次的比賽我們也有跟主任額外爭取這個不會只記在我們就是在學會服務的三個小時上我們會跟主任額外爭取到另外的服務時數那正確的服務時數辦法會再做公告給大家那就請大家要全力支援這樣的項目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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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 還有人還帶甜的嗎或者是有問題的嗎 好 就是加位的能力都有點偏少其實是很可惜的就是如果有興趣或者是想要去運動的話還是可以加位現在任何時間就是問問你的朋友問同學問問學問問學長姐 他們都會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加入球隊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想運動的話還是可以好好想一下然後去加入這樣的球隊然後讓系上球隊的風氣越來越好 而且我們多一點的練習就是變得比較強我們第一組班的比賽也就是比較有面子嘛就打的會比較好一點點對 那這就是大數碑的說明的部分那再幫大家重整一下就是我們今天報告內容說各組別的年度施政之外還有我們的財務報告然後還有剛才的大數碑的說明以及分組然後希望各位大家就是可以更積極的參與各項各系上的球隊然後我們也重申我們細學會辦的使用規定就是不要使用高壓電瓶 然後不可以在裡面過夜然後希望教師使用後都務必準時歸還並且清掃完畢飆到鄉下同學的困擾那這就以上今天報告的重點那最後一個環節是臨時動議有需要針對今天的報告內容或者是西學會的任何事項進行臨時動議的人嗎 好沒有那就請各位就是務必委屈來到完成表單提寫我們會再將資訊報往往上那請叮嚀互相同學先互相叮嚀那請對那請所有人就是還沒簽到也務必來海嫌進行簽到後再離開然後還沒進行契約會被退費的也可以去找總務簽名進行退費那謝謝大家今天會議結束 謝謝大家